大家好,今天李给大家推荐一部冷门的日本恐怖片《回路》 由黑泽青导演2001年上映,2006年被好莱坞翻拍还出了两部续集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部在内地看过的人很少 我也是先看的美版,觉得很一般,过了很久才看的日版 个人觉得这部是和《午夜兄灵》咒怨一个级别的优秀作品 并且在预言式的前瞻性上,甚至是日系恐怖片中最深刻的一部 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出去散步 每年的春节长假马路上的人都不多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显得更加空旷 连早早在路边卖礼品的商贩都没有出来 我一个人走到一座平时车水马龙塞车按公里计算的立交桥 看着死通巴达的道路,居然没有一辆汽车经过 当时一时间居然想起了看完这部电影时的感觉 让人觉得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永恒的无尽的孤独 四名年轻人一起在一家花店打工 本来负责制作一份目录的填口 突然人间蒸发,连续几天都联系不上 同事对他都很担心 美智子心里更是有种毛骨悚然的不祥感 来到填口家按了半天门铃,也没有人开门 美智子在门边的花盆下找到了钥匙 跟大部分单身男人的房间一样,屋里脏了不堪,无处落脚 美智子以为填口不在 本想找到村有目录的瓷盘就离开 却发现填口就在家里 形容憔悴的填口与美智子交谈了几句 告诉他瓷盘在哪里之后 拿了一卷绳索走到了隔壁的房间 美智子寻找瓷盘的时候 听到填口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寻生前去查看 震惊地发现填口已经在房间中上吊自杀 填口毫无征兆地自杀 让花点其他的几个年轻人心生恐惧 当他们一起打开填口留下的瓷盘 更被眼前的诡异画面惊呆了 填口呆若目击地站在电脑之前 身后的摄像头与电脑屏幕显示的画面 形成了深不见底的无限死循环 这部电影中导演黑泽青使用了大量此类大景深的构图画面 孤独的身影在深邃的画面之中 让人产生强烈的压抑感 这种画面鲤鱼很小的时候就玩过 没有摄像头的年代 身前身后各放一面镜子 效果是一样的 上课的大学生亮戒对于网络一窍不通 先机无聊翻出了一张游戏光盘 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安装到了电脑之中 可惜鼓到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连接上了网络 电脑中显示出来的却是目光呆滞形如僵尸的人 轻尸走入一样木讷的画面 亮戒被屏幕上的鬼东西吓了一跳 赶紧关闭了电脑 倒头睡去的亮戒被电脑连线的声音惊醒 看着电脑不受控制的再次开始播放之前的恐怖画面 大惊失色的亮戒赶紧拔掉了电源 电脑开始不受控制的自动操作 把亮戒吓得够呛 赶紧跑到大学的计算机教室向高手请教 管理员春江听到亮戒的遭遇 认为是遭到了黑客的入侵 告诉亮戒下次如何操作 小白听了一头雾水 只好用笔一步步记下了操作步骤 电影里的这段鲤鱼挺有共鸣的 我接触网络比较早 具体哪年记不清楚了 反正刚开始的一两年还没有QQ 成天混BBS和聊天室 用这部电影里的那种猫上网 下一首MP3等于半个小时 大部分人都和亮戒的水平差不多 那时会攒机器做系统的人 属于大神级别的高手 当时很少有人像导演黑泽青一样 清晰的认识到网络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 花店的石部在看过田口瓷盘里的恐怖画面之后 一直觉得压抑无法释怀 为了弄清真相 石部决定前往田口的家中寻找线索 来到田口家中 石部震惊的发现 田口上吊的地方 悬挂尸体的墙壁上 留下了一个人形的黑色印记 虽然他并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却感到无比恐惧 很多网友把这个黑色印记的隐喻 当作了广岛核爆给日本人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最初看这部电影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毕竟和纪录片中 核爆把人体瞬间蒸腾留下的痕迹太像了 看过这部电影大概一两年之后 无意间看到了一位日本摄影师 关于孤独死主题的画集 里面很多老人死后 踏踏米上尸体躺着的地方就留下了这种印记 尸体长时间没有人发现 渗出来的体液留下的黑色污渍 摄影集十分具有震撼力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这部电影 黑泽青电影所表达的孤独感 我到那时候才真正理解 比起独自一人在绝望中慢慢死去 更可怕的是 如果灵魂真的存在 死后永恒的日子里无尽的孤独 从田口的家中离开 精神恍惚的史布看到一家房门被红色胶带封得严严实实 想到自己刚刚看到田口留下的密室制造方法 史布撕开胶带走进去 本来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鬼魂 史布只能充满惊恐的看着鬼魂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另一边亮戒的电脑再次自动远线 屏幕上出现了恐怖的鬼魂画面 亮戒试着用春江教给自己的方法保存网址 却没能成功 只好将画面打印出来 去向春江寻找如何是好 在机房找到春江 亮戒说明自己遭遇的情况 却看到电脑屏幕上一些闪动的光点 在毫无规则的跳动碰撞 亮戒好奇的问这是什么 春江告诉他这是研究人类社交关系的一个城市 两个光点相隔太远就会互相吸引 而两个光点结合到一起就会死亡 电影中的这个设定准确的描绘了上个世纪人类已经疏离 但是依旧渴望接近的社交心态 而进入网络社交媒体时代 这种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即使彼此吸引了两个人 也未必再有接近的欲望 今年疫情爆发之后 我亲眼见过一个年轻人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 除了家人没和任何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一次都没有 所有的沟通和联系全部都是通过网络完成的 最近看新闻 微软 谷歌 Facebook等一些大的网络公司 有数百万名员工将开始永久的居家办公 不是疫情之后恢复上班 是一直独自在家中工作 这个好处不言而喻 可以节省很多办公成本 交通时间和资源消耗 但这也就意味着人可以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没有机会看着别人的眼睛 与人交流 我经常和年轻人开玩笑 真的能确定那个在微信上留了半年多的美女是个女人吗 孤独对于心智强大的人来说可以是一种生活的格调 可黑泽青所描绘的充满鬼魂游荡的世界 真的太吓人了 有情提示后面会有完整剧头 想要保留悬念的朋友可以先选择关注领域 看过电影再来看领域得不得 时部自从在米市中遭遇鬼魂之后 开始变得郁郁寡欢举止怪异 美智子感觉到了时部的变化 想和老板请假去看望一下 老板告诉他有时候对别人的热情反而会对他人造成困扰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不只是网络时代的科技进步 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 而是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如此 我很小的时候住在东北的大法院平房 南方的朋友没见过 北方年纪稍大的朋友应该知道打煤劈是怎么回事 北方的冬天平房需要烧煤月寒 但是质量优良的快煤很贵 每家都会买煤面和黄土用水搅拌以后 再用模具做成一块块的煤砖 冬天时砸碎了代替快煤使用 在入冬前的一两个月 一个院子里的成年男性会在星期天齐心协力为一个家庭完成这项工作 一个冬天每个家庭要用掉几百斤煤 这项工作对于只有一个成年男性的家庭来说 绝对是个艰巨的任务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 无论愿不愿意 建立稳固的社交关系保存取暖 是生存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的生产力不断提高 人类独自生存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能自己解决 那么关心他人是否真的变成了一种打扰 感性上我觉得人类互相关爱 是一种让人觉得温暖的关系 可是理性上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多管闲事 人家不一定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生活中如果没人求助 我更多的像电影中老板的态度 不给别人添麻烦 也少给自己找麻烦 虽然美智子没有听从老板的劝告 试图去帮助免如死灰的使部 可惜为时已晚 使部还是将自己封闭在了密室之中 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打劫之上随处可见用红色胶带封死的密室 和轻生作为了断的人 绝望的气氛开始在整个东京弥漫开来 接连不断的目睹恐怖灵异现象发生 让所有的人心里憔悴 亮介想要乐观的去面对 春江则变得忧心忡忡 亮介和春江想要乘坐火车逃离这座城市 发现每片拥挤不堪的车厢空空如影 只有他们两个活人 火车莫名其妙的停了下来 亮介想前去车头查看究竟 一转眼春江已经跳下了火车不见踪影 花店的老板和全部同事人间蒸发 美智子想联系父母时 却发现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都已经杳无音信失去联系 回到家中的春江终于找出了建造密室的方法 亮介赶来在门外呼唤他一起离开 春江的新门紧锁没有影声 在空无一人的东京街道之上 想要逃离这座城市的美智子和亮介相远 两人发现能够遇见一个活人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于是商量之后就能结伴同行 黑泽青导演的这部电影属于故事线比较淡化的影片 导演通过光线构图视角营造出世界末日的绝望之感 2007年好莱坞僵尸片《我是传奇》 威尔史密斯一个人在纽约街头游荡 整个纽约剩下的那个人到底是幸存还是比逝者更加不幸 同样令人唏嘘不已 两部电影《我是传奇》片重于叙事 有着不错的故事线 这部回路则不太关心故事的转折和逻辑性 黑泽青的创作宗旨是 将深深的孤独感通过电影语言传递给观众 至于哪一种表现方式更好 则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审美习惯 没有谁对谁错的高下之分 两界想要带上春江一起逃走 两人寻找了许久 终于在一座废弃的工厂内找到了春江 可结果春江当场开枪自杀 逃亡的过程中 两界前去寻找汽油时被游荡的鬼魂袭击 美之子找到浑浑噩噩噩的亮界 来到码头跳上一艘快艇 向着茫茫的大海驶去 大海之中 幸存的人们在寻找可以停靠的地方 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后 船长下达了开往南美的命令 进入网络时代二十多年以后 世界并没有像电影预言的那样 充满了四处游荡的鬼魂 可是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在了自己打造的密室之中 让人不憨而立的一部心理惊悚片 强烈推荐给大家 全网搜索关注鲤鱼电影手册 B集神篇宝藏号 带给大家更爽更酷更刺激的观影感受 本集请请咨询